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 Automagic 的美洲360 今天就由我,Jaden 带大家了解 上个星期在车谈的重点新闻 而第一则新闻我要讲的就是小改款的 Proton Saga 近期啊 许多的网民或者是已经在路上或者在网上已经看到 非常多的小改款 Proton Saga 在路上进行道路测试 而我们也在 Proton Saga 的 Manufacturing 工厂 Shah Alam 工厂 我们也看到这个小改款的 Proton Saga 进行生产 我们能够在谍照里面看出啊 这个小改款 Proton Saga 在三大件是没有进行任何的改变的 只是在外观上的 Bumper 还有 Front Reel 进行一个家族设计 而且轮圈上也进行了一个改变 不过尺寸是没有进行任何改变的 而这次最主要的升级就是它增加了这个 Keyless Entry 还有 Push Start 功能 Proton Malaysia 终于为这个 Proton Saga 增加这项功能 因为许多的新车都已经具备这项功能 而且这项功能我们也相信只是在 高配版存在这个功能 这次的 Proton Malaysia 也为这个 Proton Saga 增加多一个车型 也就是 Premium S 保持了原本的 Standard Manual Standard AT 还有 Premium 所以在这个 Premium S 的基础下 它除了多了这个 Keyless Entry 和 Push Start Button 之外 它也多了这个 Auto Retractable Mirror Auto Dim Mirror 还有这个全新的7寸触屏主机 我们也相信它支持这个 Voice Command 功能 这次 Proton 也把这个 ESC 功能下放到低配车型 也就是 Standard 版本 所以这次看得出 Proton 为这个 Saga 下了不少的功夫 也非常的有诚意 所以大家是觉得这个 Proton Saga 怎么样 而第二则新闻就是 BMW 在全球发布了这个全新 2023 年版本的 7 Series 这个全新的 7 Series 它是基于升级版的 CL AR 平台 也就代表了它的车体刚性 隔音 空间 还有动力配置都大大提升 除了这些之外 这次的主要升级就是它跟上了这个 10 代的脚步 在车内增加了非常多的高清荧幕 内饰方面也沿用了这个和 iX 同样的设计语言 采用了一个悬浮式 Curvy 的一个 触拼主机 而且这次也支持这个 8 代的 iDrive 系统 所以在车内你也可以看到有拥有非常多环保材质和这个 Crystal Knob 的按键 而这次的升级就主要在后排方面 你可以在后排看到一个非常震撼的 31 吋的 8K 高清娱乐系统 我家的 TV 都没有 4K 了 所以在这个萤幕之下它还支持非常多的娱乐系统 在两方的门板上也支持一个 5.5 吋的触屏控制后排的娱乐系统的一个主机 在外观方面依然保持非常霸气的外观 这次它采用了一种分离式的头灯 而且它的 Front Wheel 也越做越大 也符合了 BMW 最近的鼻子越做越大 头灯越做越小的一个设计 说在外观方面大家都能一眼辨别出这个是全新的 7 Series 它做出了非常大的改变 而在后尾灯方面它这次 就放弃了原本的贯穿式尾灯的设计 不出意外这个 7 Series 除了推出这个内燃机的版本之外 这次也推出一个纯电动机的版本 也就是 i7 X-Drive 60 它采用一个高达 101.6kW 的一个零离子电池 它的马力高达 536hp 744 Nm 而这个最高续航里程已经达到了 480 公里 而这次它们还支持这个 195kW 的 Super Fast Charging 所以它10分钟就可以提供高达 190 公里的续航里程 而在美国这次 BMW 为这个 i7 提供了免费三年的充电服务 而第三个新闻也就是 Lexus 也在同一天发布了它们的纯电动车款 也就是 RZ 4501 这款 RZ 4501 它的平台是基于 Toyota 的 BZ4X 和 Subaru Soterra 采用同一个平台而达造 平台代号为 E TNGA 它采用的是 71.4kW 的零离子电池 马力高达 308hp 435 Nm 它的最高续航里程已经达到 450 公里 而且这次还搭载这个 Direct 4 的四驱系统 它采用一个前后双电机的四驱布局 所以在操控表现是大大有所提升的 而在外观方面也依然保持了 Lexus 家族式的设计 X 型的一个 Grill 还有一个尖锐的倒立勾的一个车头灯 而且这次 Lexus 也为这个 RZ 4501 采用一种 Coupe SUV 的造型 这是为了降低它的风阻系数 提高它的 Aerodynamic 导致这辆车拥有更好的续航里程 而在车尾也用上了一种贯穿式尾灯 采用了 Lexus 字标 所以在车尾方面它看起来是更加的立体 而来到内饰方面 Production Unit 既然和之前的预告图出现的一模一样 采用这个飞机超管式的方向盘 而且它采用的设计语言就和早前的 Lexus NX 差不多一样的设计 采用这个同样的 12.3 寸的全夜间仪表 而且还有向 Driver Side 倾斜角度的 14 寸的触屏主机 所以我们相信这个会是 Lexus 未来车款通用的一个内装设计 而且这次它还打入这个全景天窗 而且带有三种模式 分别是 Transparent Translucent 还有蜂蜜式的一个选择 但是它的内装方面还采用非常多复杂的线条 你感觉坐在一个太空战斗驾驶舱里面 战斗气息非常十足 如果Lexus Malaysia 把这辆车带进我国 你会买吗 Lexus Malaysia 会不会把这辆车带进我国呢 这又说不定了 所以我们就等原厂发布吧 而第四则新闻也就是吉利博越 再次进行一个升级版本 很不出意外这款博越是吉利的最畅销车款 所以他们又再次为它升级 来让大众更加接受这款新车 所以在外观上面它只是 在Bumper和Front Group进行一些改变 三大肩依然保持一样的 这次的风格它是基于这个吉利Pro的设计再次提升 而你也很明显看得出 这次的外观设计是采用一种优雅高贵气质 再配合这个鑽石切割头灯 还有这个白色车身 看起来非常有高贵气质的感觉 而在内装方面就和之前的吉利Pro采用差不多一样的设计语言 采用的是同样的12.3寸的全液晶仪表 还有14寸的一个触屏主机 而这次最大的改变就是它的内饰的配色 采用一种米棕色的配色 看起来比较有premium的感觉 而且吉利还为这次的博越进行了 座椅的支撑性的一个提升 让你有更好的乘坐表现 在副驾驶也加强了这个六项电动调节功能 如果X70采用这样的设计语言你会喜欢吗? 而最后的新闻也就是Hyundai IONI 5已经成为了马来西亚最有性价比的电动车款之一 原厂已经进行了一个交车 于是收批着一辆Hyundai IONI 5已经交到车主手上 而这个Hyundai IONI 5已经累计订单超过了300张 这个Hyundai IONI 5已经成为了Hyundai Malaysia 最畅销的车款 也代表这次Hyundai Malaysia 带进车款进来了 由于这个Hyundai IONI 5它的设计非常的纤维 电池容量也非常的不错 还有它的配备也非常的完善 所以它在马来西亚成为这个马来西亚最有性价比的电动车款之一也是当之无愧的 所以它也在近期的世界年度风云车荣获不少的奖项 而这个Hyundai IONI 5在马来西亚提供三个版本分别是Lite Plus还有Max版本 Lite和Plus版本它只是在配备上有所不同 电池容量和动力总成都是一模一样的 采用一个58kW的粒粒子电池 拥有170PS和350Nm的动力 0-100只需8.5秒 而最高续航里程为384公里 而高配版Max车型 而就是 采用72.6kW的粒粒子电池 它的最高动力已经达到306hp和635Nm 0-100只需5.2秒 而它的最高续航里程为435公里 以这样出色的销售成绩来讲 这个Hyundai IONI 5会在马来西亚的能见度 还是会很高的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美洲360的一些新闻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出去 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阳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